雷神3 雷神3在前段时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神形象大变 还遭遇了姐姐海拉的复仇 电影中 阿斯加德的恢弘气势以及各战斗场面也让人震撼不已 那么 这些精彩的镜头又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 就带大家来看一下雷神3幕后制作夜宵镜头 巨狼形象下哭人 海拉近时秃头 一巨狼芬里厄漫威电影中 巨狼芬里厄堪称是最经典的猛兽了 电影中与绿巨人之间的厮杀堪称经典瞬间 其实力强大 甚至可以将绿巨人秒出血 上图为巨狼形象的生成图 先是从骨架开始 然后是肌肉以及皮毛方面的处理 直到成为我们眼中的凶兽 要是真的出现这样的巨狼 估计能把人吓哭 二雷神的雷电效果 雷神在关键时刻觉醒 获得了雷电之力 这是整部电影中最让人震撼的一个瞬间了 看上图 这是雷电特效处理一半时的效果 可以看到 雷神整体上比较僵硬 雷电线条也是十分的清晰明了 在经过大量的处理之后 一个霸气的雷电法王就这样诞生了 三 女武神亮相在最后的大战中 除了雷神之外 女武神的登场也是十分霸气的 还记得女武神独自一人走向敌人 背后飞船放出烟花骂个场景吗 真实情况其实是上面这样的 没错 她的背后没有飞船道具 也没有烟花特效 连对面的敌人都是那么的滑稽 四 海拉竟是秃头海拉登场 霸气的形象让人难以忘记 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经过幕后处理的 但真实情况又是怎样了呢 看上图 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 海拉竟成了一个秃头 她的霸气呢 其实 说她是秃头 这个也是不好说的 或许是因为特效需要 将海拉的头发隐藏了起来而已 以上就是关于雷神塞幕后特效的一些情况吗 对此 大家要是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